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美国股市在周五是呈现一个呈现一个拉回 那全球的一个疫情呢 因为变种病毒的关系 也呈现一个升温 那整个全球股市在创高之后也呈现一个震荡 5月份的行情该如何看待 以及我们今天周报节目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正在崛起的族群 究竟有哪些呢 那我们一定要锁定自己老师今天这个直播 好的投资朋友感谢您收看 今天自己老师在周六的一个直播 那新的朋友呢 我们先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直播的一些流程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买好股 跟要搭配一个很好的时机 那直播流程呢 新的朋友让大家了解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在中天电视会是一个第一次的一个播出 那中天粉丝或是你是第一次收看 自尹老师直播的朋友呢 那跟大家特别说明一下 我们直播呢会分成两 上下两半部 那上半部老师会比较专注在讲解影音的内容 那下半部我们有针对这个 投资朋友询问个股的部分 去做个回答 那我们直播会在聊天室呢 用电脑随机读取15位 那会用我们的系统来协助投资朋友 个股上面的回答 所以一定要锁定自己老师的节目 那我们在这个 影音的下方 在老师的频道的下方 我们隔天中午之前呢 会更新我们在节目讲的一些重点内容 因为直播的时间呢 比较长 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所以我们会帮你整理这个重点的内容 包括一些网友个股的回答 那你也可以在老师的频道去做一个收看 那请踊跃帮我分享影片 因为或许你的亲友也会有这些个股的问题哦 好那老师的节目呢 也会在这个Podcast的一个广播节目 可以做收听 在以下的平台 包括Apple Podcast KKBOX跟Spotify 这些的一个节目 那你可以在这些的一个APP 搜寻陈志玲 那帮我订阅跟关注哦 好那今天我们在中天的电视呢 会有做一个首播 那请中天跟运通的粉丝呢 你要怎么去参与志玲老师的直播呢 我们在246晚上7点半都会做直播 那中天跟运通的电视台 我们只会针对上半部的影音 去做一个录影播出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询问个股的话呢 一定要在YouTube搜寻 前进大趋势或者是陈志玲分析师 那找到志玲老师频道之后呢 点选订阅跟开启小铃铛 那你在7点半 就可以收到我们直播的一个通知哦 好那手机如何观看直播呢 小技巧跟大家做分享 你手机打直把这个聊天室的这个叉叉打叉叉之后呢 帮志玲老师的节目先按赞 然后按分享 那你把聊天室关闭之后 收看这个直播的话 就不会被聊天内容挡到了 那如果你要询问个股 再把手机打直按一下聊天室 就可以提问个股了 好那我们的一个个股见诊呢 来到这个画面呢 就是要跟线上的粉丝们 大家好 来 投资朋友大家晚上好 来线上有非常多的投资朋友 来跟大家特别说明一下 那老师把这个可以开始提问的这句话呢 我把它丢到我们聊天室之后呢 那你就可以开始做一个提问 在这里特别跟这个线上的粉丝们 特别说明一下 来 你要询问个股的话 记得要照我们AI的模式 询问跟4个股票的数字代号 那成本呢 几元把它打上去 这个一定要照这个格式哦 那我们AI会随机读取15位 然后去做一个回答 所以请粉丝们慢慢打 因为这是随机的 所以你不要把这个 询问的寻打错 或者是代号打错 特别注意一下 好 那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今天影音的内容 我们先延续上周四的一个 我们先延续周四直播 跟大家报告的 就是说我们提前一周 跟大家特别提醒 就是你要去做个高出减码 因为接下来的行情呢 会有哪些的变化 我们用数据来跟大家做分享 我们从4月17号周六 就跟粉丝们特别讲到 融资大增 请你不要用杠杆去做个操作 那最新的一个融资数据 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台北股市震荡走高 过程当中 融资是不断的做增加 那贵买的部分也是有做增加 但是贵买增加的幅度呢 相对比较少一点点 那市场上有很多人来告诉投资朋友说 这段时间的一个融资 增加来讲的话呢 并不一定是坏事 这个跟志明老师的看法是一样的 融资增加 重点是不要有套牢 但是呢 这波行情一直亮滚亮上去的话呢 其实融资不要有呈现套牢的话 会是一个比较良性的 但是其实现在我们已经有看到一些套牢的现象了 我们用一些独家数据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这个是在上周六周报跟大家分享 志明老师没有尝试 我告诉你我们的独家数据来告诉投资朋友 指数在涨的过程当中呢 你可以看得到说 我们系统上面多方股票的数量 它是在一个呈现一个震荡的一个往下走 所以已经开始呈现一个背离 就是指数在涨 但是多方股票数量在呈现往下走 那我们在周四呢 跟大家报告什么 最新的数据来告诉投资朋友 这段时间这几天的一个 从我们上周周报高速大家 你要开始高出之后 你会发现到指数有在往上创新高 但是我们系统上面的一个多头股票数量 它是持续性的在往下走 尤其在周五台北股市创高之后走低 下跌股票数量明显是比较多的 那今天也特别跟粉丝们 额外分享这个数据 就是我们的一个筹码结构 这个图表来讲的话 上面是加权指数 然后 然后第二个这个地方是全市场的 我们统计的筹码 那下面是贵买的部分 那分别有不同的一个周期 那以50当做一个界限 就是在50以上 代表买进股票来讲的话 是赚钱的 但是如果是跌破50来讲的话 大概是呈现一个套牢的情形 所以这段时间你可以看到指数在往上涨 但是我们下面的这个筹码线来看的话 全市场来讲的话 一度是有跌破50之后上来 但是目前这个线图 你可以去对照这个K线 它是呈现一个下滑 然后下面的贵买这个绿色线 就是以这个月份 最近这20天去做统计来讲的话 这个线图已经是跌破50了 所以投资票 这个数据告诉我们 其实是有开始套牢的情形 所以粉丝们 你手上的股票 一定要好好去做个检视 所以我们进入到今天这个主题 就是要跟大家讲 买好的股票 让你更要搭配一个好的时机 我们跟大家讲要去高出 要去减码 不是看空这个行情 而是这一路以来 智琳老师透过这些工具 跟数据来跟你分享 这个操作节奏 你可以特别的去做一个验证 那隐藏版的一个涨价股 我们今天的节目 会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透露 以及正在崛起的族群 风来了 好 那我们的节目 从2月15号开红盘到现在 给粉丝们去做个验证 我们跟大家分析一个产业大方向 包括今年的操作策略 我告诉你说你只要买 今年重点是你要只买重点产业 而且你要设定出厂点 今年会卖股票很重要 我跟大家讲到 电动车半导体跟5G 是目前的操作主轴 2月18号的一个开红盘的这个隔天 我告诉大家 你要去注意贵买 贵买还会在持续性的上涨 这个逻辑 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对称满足点 你可以特别去注意一下 我跟大家讲 那即便这个地方行情震荡 那这个满足点来讲的话 还是没有满足的 所以开红盘 我们跟大家讲有行情 所以我们透过独家数据 告诉投资朋友 在这里多头股票数量 是有超过空方 在这里的话 我跟大家讲有行情 那有行情 我告诉你是贵买 上市的全职股不能做 我在2月20号的周报 跟大家分享 不适合买上市全职股 有兴趣看我当时的节目 所以投资朋友可以看得到台积电 如果在开红盘跳空上来 650块以上的台积电 我们有提醒大家 先不要去做全职个股 所以这段时间 你可以去特别去验证一下 即便有行情 可以做的是贵买 不能做的是上市全职股 我都有跟大家做分享 那台积电到现在 呈现一个整理 我们4月初跟大家分享 605到608是融资的成本 所以预期会在这附近 做一个上下的盘整 那台积电为什么不涨 我在第一场直播 4月10号有跟大家做个分享 有兴趣可以看当天的节目 所以现在很多人跟你喊说 台北股市会到万八 或到两万点 其实呢 投资票真的不是重点 进出的策略 跟买对储群才是重点 我周四直播有讲这个台积电 电子的一个缺料 这个影响营收的部分 在5月份可能会陆续的显现 所以投资票 看对节目真的很重要 因为你看对节目 你才会做对动作 可以陆续去验证一下 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操作节奏 到现在我跟你讲 高出真的不是看外行情 因为看法跟 2月22号星期一是一样的 我们跟大家分享 要先高出 你才有资金去做操作 因为我们资金很有限 买股票前提就是 你要先去做高出的动作 3月4号 如果说你有先在2月22号 在这里做高出 台北股市跟整个国际股市 呈现拉回 你可以先去避开 到了3月4号 跟大家讲 进入支撑区 你不要去做个杀低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纳斯达克 来到这个关键位置 我跟大家分享 不要杀低 所以你回头去看 3月4号在这里 纳斯达克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2月22号跟大家讲 先去做高出 所以你先避开这段时间拉回 在这里有跟大家讲 是一个操作机会 反败为胜的机会 所以你看到 纳斯达克是不是在这里 呈现一个上涨 我们到了4月17号 开始跟头这么讲 你要去做一些太弱流强 要去做一些高出 所以你看到 目前的国际股市 也是呈现一个横盘 所以头这边 在这里跟大家特别的 做一个提醒 那中间的追踪过程 3月25号 我们有跟你分享 台北股市跌破了月线 但是我还是跟你讲到 我们系统上面来看的话 多方的一个股票数量 仍然是大过于空方的 所以结构还是非常的有利 当天也跟你讲到说 中美金跌破月线 我跟你讲到一个 未来潜力股 所以你可以陆续看到 我们跟你分享的操作节奏 包括3月27号这个地方 我告诉你多方表态 向上的一个盘间策略 这个三角收敛到现在 投资票你可以去验证到 是不是多方表态往上走 所以你可以去验证到 志玲老师跟你讲的 每一个转折点 基本上这个精准度都非常的高 所以先看对节目 你才会做对动作 那这个行情 我跟大家特别的分享 在这里建议 投资朋友做高出 并不是说 我们跟你讲高点到了 而是这个行情 今年它本来就是一个上上下下 志玲老师也没有猜高点 我在4月10号第一场直播 跟你提醒台北股市这个估值 你可以去看一下我当时的节目 假设以公司的评价面来讲的话 16900点大概是一个相对的位置 那今年的GDP会成长5% 那你把16900点再加个1.5%上去 大概是多少 大概在17800点 所以其实这个点也相对是到了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特别讲一下 志玲老师没有猜高点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事 现在很多股票已经不便宜 所以投资朋友 你要特别去注意 所以邀请投资朋友 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也开启小铃铛 收看有分析逻辑 能够跟你领先预告的节目 那志玲老师的频道 从来不关留言 很多同一页的分析师 为什么会把留言关闭 所以参加分析师之前 必看了这个影片 在我的播放清单里面 有这部影片 那请投资朋友 如果说你想要参加分析师 这部影片你一定要好好去做个收看 那手机如何观看直播 这小技巧 刚刚跟大家特别说明过了 有兴趣 你也可以定格稍微下来了解一下 那还没有加入 志玲老师LINE的投资朋友 一定要再做加入 我们ID是小老鼠的权提医器 或者是扫描这个标签 那看完影片 请粉丝们踊跃帮我按赞 订阅跟分享 那如果待会各股见证 没有回答到您的 您可以透过我们LINE做询问 或者是在影片下方 有这个表单连结 做个填表 志玲老师也是一样 会用这个钱买的系统 来协助投资朋友 好 那我们来开始进行 下一步的内容 我们来提到一些 精选新闻事件的一些解读 4月10号 我们跟大家分享 晶片缺货 造成一些电子类股 可能营收会慢慢的 有些不利的因素 所以我们持续性的 再跟大家讲这个话题 当时提到这个 大力光的林恩平的法说 提到这些内容 当天也告诉投资朋友 先进光 他已经报过量了 提醒大家 这个合作传言 在这个新闻里面提到 未来两家并不会有业务上的合作 所以我在当天节目 告诉投资朋友 已经报过量了 这张股票纯属炒作 你一定要去做个避开 你可以回头去看一下 思琳老师的节目 是讲真话的节目 跟台面上很多做生意的节目 你可以去做个比较 思琳老师当然也会需要做生意 但是投资朋友 我的内容还是可以跟你提到 哪些股票的机会 哪些风险 我都有跟大家做 要去做避开 那4月10号 我们提到这个电子 overbooking的一个隐忧 到现在我们陆续去看一下 我们跟大家持续性追踪这个内容 所以我的节目内容 绝对不会跳来跳去 周四的节目 我还是跟你讲到 5月份 电子中下游 你要非常的小心 你会开始慢慢看到这些新闻出来 然后股票已经开始跌了 所以你等到利空出来 你才要砍在低点 那或许那个利空出来 我可能正在带会员 开始进场去买股票 所以观众朋友 这个节奏 我给你做分享 5月1号今天的周报 开始跟你看到说 台达店提到重复下单的一个情况 在下半年会开始做显现 那这个苹果执行长库克也提到 晶片的问题 开始冲击到iPad跟Mac的部分 所以这些新闻是陆续的一个做显现 所以投资朋友 我们在3月6号周报 就已经跟你特别的预告 如果你要做电子股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最上游的 你要做高毛利跟本益比低的公司 你可以看我3月6号 1分15秒开始去看 所以在当时 我们就用这个逻辑跟你讲到说 你要操作 你要做最上游的 你就不会受到这些缺货的影响 其实更早在2月20号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半导体 自主制造的这个逻辑 我告诉大家 你要做最上游的细晶圆 环球晶 当天环球晶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想法 我已经写好 放在我们会员专区里面给我的会员 投资朋友 我们讲完之后 环球晶礼拜一拉涨停 后面呈现这个创新高 整理拉回3月9号 我有跟大家追踪这个画面 我提到这个行情 我们还是看好的 所以环球晶跟中美晶 他们都没有跌破2月初的低点 我跟你分享到他们是强势股 所以这些股票在这个位置 非常弱势的整理 我想市场上不会有人告诉你 那我们在3月25号 讲中美晶的过去的惯性 你也可以去看当时 所以150、160附近的中美晶 节目上我们长期跟大家做追踪 那会员朋友实际的布局3月30号节目我有讲 这个都是当时可以成交专家的证据 4月6号的节目跟你分享 中美晶我们会员已经加码数次 所以当时的价位还在170级这个地方 包括环球晶的一个拉尾盘 所以投资朋友 我们都在跌破月线的时候 跟大家讲这些产业趋势的股票 4月中旬跟大家分享 这股票还没有涨你要感恩 所以其实并没有让大家等太久 因为在4月20号的环球晶跟中美晶 分别是拉上了涨停板 所以过高之前等待埋伏 这个看法操作的想法 都跟大家做验证 所以恭喜自家人 如果你相信自己老师的 这个股票你一定都有赚到 4月22号我们跟大家分享 这股票我们有做高出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坏 我们会员还是保留基本单 中美晶在4月26号191.5这个地方 有请会们去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所以这是我们从预告 中间的一个加减码的操作过程 跟粉丝们做个验证 那5月1号周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 信悦这个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 细晶元的公司 他提到已经要开始谈涨价的部分 因为细晶元非常的短缺 所以投资朋友 操作逻辑一定要对 节目一定要看对 人也要跟对 包括你这样做到的话 股票才会报对 所以你可以陆续去看得到细晶元这个方向的话 我们仍然是持续性的看好 包括3月27号跟大家分享聪明前 全球半导体走向自主制造 这个鸿海底下的一个金鼎 半导体的设备公司 要到美国去设厂 所以当天跟大家预告这个画面 我们提到金鼎周线回撤两次 这里有机会 而且这是我们投资名的股票 我们在4月1号237.5 这个地方请会我们去做买进 这个是穿嫁的证据 买完之后 4月6号在这里金鼎有拉涨停板 后面创高到280的这个地方 那投资名的股票整理拉回 我还是跟大家讲到 因为最近有这些设备的一个利空 提到美国要进这些设备 出厂到这个大陆去 那我提到说 金鼎的美洲地区的营收比重高达72% 包括美国的一个半导体设备大厂硬材 都是金鼎的一个主要供应的一个客户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在这里拉回 我们金鼎仍然是持续性的看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国际大趋势 到现在的新闻可以看到 英特尔可能要在德国建这个晶圆厂 所以这个半导体自主制造 不管是欧洲或者是美国 都持续性的 包括像英特尔在最新的新闻 这个事件是持续性的发生 所以观众朋友 这个趋势我们仍然是 中长线看好了一个方向的 最新的新闻提到美中的四季之战 最近美国跟中国之间 从过去的贸易战到科技战 到现在人家提出是四季之战 因为目前的一个 双方的一个对于科技类股 这方面的一个斗争 你可以看得到说 美国的拜登的一个会议里面提到说 要发展电池 生物科技半导体跟干净能源 一些先进的技术 所以投资票今年的股市操作 你尽量要朝这些的逻辑去做个操作 因为这是两个大国正在做的事情 这个就会是一个趋势 所以半导体电池跟干净能源 是我们相对上比较看好的 那今天也跟大家预告这张股票 干净能源的股票正在做转强 我们目前评估这个行情会做震荡 但是有些族群它会跟大盘的方向 会稍微走个逆向的 所以这张股票是我们的口袋名单 从系统上面来看的话 忠实粉丝可以看得到 目前呈现转强 然后日周线翻多 动人的部分其实也开始呈现转强了 所以我们观察当中 或许会去布局这张股票 所以如果说你想布局操作的 你也可以跟上我们的布局操作 所以观看头库节目 我们跟粉丝们特别的分享 在节目上一定要先做提前预告的动作 预告看好什么产业 以及要布局什么股票 有绩效一定要拿出证据 证据就是抠讯 那抠讯如何分辨真假 我都有跟你做分享 我们提到抠讯也打上会员组 包括对时对价跟打上日期 那抠讯通数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可以去陆续看一下 赤林老师的节目 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 来跟观众朋友做呈现呢? 2月15号我们先跟你分享什么? 半导体电动车5G 那半导体族群这么大 我先跟你分享 你可以注意3DIC 当天跟你分享的三档 载版的股票是我们认为看好的 那载版里面 星星南店景硕 我特别跟你点名 景硕的一个金融评价面 相对便宜 可以去看我2月15号节目 那当时的台北股市还没开红盘 那景硕当时价位在80.3元 所以2月17号开红盘 你有机会布局景硕 那当天是拉上了涨停板 我告诉大家 这是我会员的持股 也告诉你它是一个回升走势 那回升走势代表会创新高 所以在2月22号星期一这个地方 我们当天节目讲高出一些股票 所以景硕在当时也去做一个获利了结 你可以看我当时的节目 包括有些会员朋友没有出的 我们会员的LINE持续性帮我们做追踪 我告诉会员朋友移动停力 所以景硕拉涨停 后面再度呈现创新高 这中间我们出场之后 整理的时候 4月13号也告诉你100块是支撑 所以4月15号景硕 我请会们去做买进动作 所以14号景硕 台北股市大震荡跌破100元 观众朋友这些股票你都可以去验证 然后我们会员的买进 包括在4月16号做出场 117.5创新高这个地方做出场 那为什么出场呢 我当时节目其实也有讲 目前行情就是一个区间的操作的想法 然后景硕呢 我们有设定这个价位 有兴趣可以看我周四直播 我当时就讲蛮清楚 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所以其实跟投资表做分享 今年操作你不要单打独斗 因为今年更重视要会卖股票 所以包括在2月15号跟你分享这张股票 直接跟你做分享预告宏基 当时直接跟你分享我给会员的一个画面 1月底整理这个股票宏基 我当天直接告诉你停损涉25块钱 2月15号当时宏基价格在26.5 所以观众朋友 你可以去承担这一点风险 那这个公司这个画面 我想粉丝们看我节目有一段时间了 这个是1月底整理给会员的投资名单 这里面宏基 顺达 点续微影跟元泰 到现在这些股票你可以去验证到 我们波段选股的实力 所以红基你可以看到2月15号那个地方 你都有机会布局 然后后面在这里涨到30几块钱 所以观众朋友 这股票目标价还没有到 如果持有的话 想操作都可以跟上我们操作 那相关看法 我周四的节目其实都有讲了 包括我们高价会员的持股 5月24号周六跟大家讲到微影 微影这张股票当时的价格 在890块这个地方 周四如果说你是我赖的好朋友 你一定有收到这个赖的讯息 因为当天的一个微影的部分呈现一个攻击 我当时提到说过高之前等待埋伏 我发这个赖的时候微影还没有过高 我提到说他有机会成为一个下一个千金的股票 所以最后微影的收盘是正式的突破了这个区间 所以观众朋友目前这个云端伺服器的库存消化了 所以第一季淡季目前将进入这个传统的旺季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新的基础建设 包括目前这个云端伺服器 在第二季的成长幅度相对上是不错的 所以这里面受惠的股票 微影受惠的程度相对很大 所以股票会说话 他也正式的突破这个区间 那这是我们会员的持股 所以你操作一定要做这个趋势上面的股票 那我们给会员的一些选股 也给大家做个分享跟验证 我们除了抠讯之外 我们在周二跟周四会有盘前的选股 这个是我在4月22号周四给会员的盘前选股 你会看到这里面有雨瞻也有创建 所以我们是提前选股 包括你看到的微影都是一样 那创建跟雨瞻选股之后的表现是如何 而且我也跟你提到 很多同业都会用选股来跟你做绩效 但是志玲老师跟你讲什么 有没有实际买进才是重点 那雨瞻我们是确实是有买进的 你可以看到我们在4月3号 请AI会员买进雨瞻 这个是当时的创价证据 那我们买进的一个操作的想法跟逻辑 当时4月3号12点多 我发了这个讯息 告诉我的会员一定要去买进 为什么? 从此粉丝们看到这个画面 你一定不陌生 因为我们最近的一个持股的一个见证 都是透过系统来帮你做见证的 那雨瞻的股票在我们系统上面 是不是日周线趋势多方 然后动人也是多方 所以我告诉会员朋友 依照讯号纪律操作 所以如果你的选股跟操作是有依据的 那你就可以不断的去复制这个成功模式 所以当天的雨瞻在这里 11点多发了讯息 一个小时时间可以买进 那当天是拉上涨停板 在星期一的雨瞻 再度拉出第二根涨停板 那这张股票我们会员朋友实际有买 我们会员的专属LINE的一个对话讯息 那我在26号的这个 我在这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分享了 那这个是雨瞻 当天我们在27号这个地方 请会我们去做获利了结 9.01分发的讯息 所以这股票我们正式的做获利了结 所以这是雨瞻的一个操作过程 我们先从选股到有讯化的买进 到这个地方我们去做获利了结 所以目前操作的想法就是按照系统跟按照讯息 所以观众朋友在这里操作 你真的不要单打独斗 如果你资金非常充裕的投资朋友 邀请你跟着志玲老师一起并肩作战 那我们节目所讲的股票 投资朋友 请你不要看节目去做操作 我们推荐股票只有针对付费的会员 所以投资朋友 如果你自己要跟单操作的话呢 盈亏要致富 好 那我们最近跟大家预告这个 复制光照的股票 那光照的股票我在23号的直播 有跟大家讲了很多公司 光照也是我在2月21号这个地方 选股选给会员的 当时我告诉会员朋友 这张股票目标区有机会来到90块钱 当时位置在五六十块这个地方 所以后面光照也确实达胜到这个数字 所以我跟你预告 星期一跟你预告这个股票具备空间 那他的获利多少 以今年的EPS有机会赚4.5元 所以目前台北股市合理本益比 我觉得20倍来讲的话 到90块真的是非常有机会 所以当天我们依照讯号去买进一个股票 这张股票买进之后呢 我也是有传送这个系统图档给我会员的 27号他呈现一个拉尾盘 然后我在周四的直播跟你分享 他有突破这个盘整区间 而且联发科在周四可以拉涨停板 因为他增加了股力 然后他的获利数字非常不错 联发科的一个殖利率目前在3.4% 那我们这张股票的殖利率比联发科还要更高 所以投资票他突破盘整区间 所以如果说你想布局的话 我认为周一都还是个机会 所以投资票这股票跟大家做个预告跟验证 那今天特别跟你做个透露 这张股票跟这个同价有关系 所以粉丝们如果说你想操作的话呢 都邀请你可以跟上我们操作 那会员的持股的分配方式 我节目上都有跟大家讲 我们选股归选股 但是我们带会员有个坚持 就是三组会员 而且我们只会控制到五档股票 那我们AI会员只有控制三档 所以目前操作分配方式 我们大多数会以区间操作为主 然后搭配一档波段的操作 所以这是我们带会员的方式 所以我们的股票操作都是有买有卖的 3月25号我们卖出大冲之后 跟投资朋友做分享验证这张股票 什么地方去买进的 减码大宗的资金 我们会员朋友去买零通 这是3月29号买零通 51块1去做买进 平盘附近买 那当天拉了8%左右 零通3月30号做出场 所以出场之后 节目上也跟你预告这个画面 4月1号告诉你 3月底跟4月1号 我们个别去买进这两档股票 所以都是同一档同一组会员 所以这股票 我们控制在五档里面的一个进出操作 跟大家做个验证 所以后面跟你验证 这个分别是长科跟尖点 尖点会员朋友买在35块5 所以长科 节目上跟大家讲完之后 都有呈现一个创新高 包括尖点35块5买进 当天收盘35.05 这个都是能够成交的证据 然后在星期二 清明假期之后 尖点拉涨停板 4月7号尖点再度拉涨停板 然后打开之后 我告诉会员朋友 找加码点看法不变 我们评估还会再持续性的上涨 那4月9号尖点的再度拉出这根涨停板 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操作尖点的过程 包括新会员朋友 42块5 43块这附近都有去做个买进 然后我们在4月22号 做一个获利入带动作 所以投资朋友这股票 我们从预告到中间操作过程 都是跟观众朋友讲的非常的清楚的 那尖点在4月12号做出场的证据 分两笔做出场 所以观众朋友我节目上告诉你 为什么对时对价这件事情 很多同业都不愿意去做 你可以去检视一下 然后我们周四直播也跟你去 验证到我们的一些选股 除了抠讯之外 我们二四都会给会员朋友一个盘前选股 这是在4月20号的盘前选股 这里面有浦峰中沙创建 资源跟大宗 有些都是你看我们节目熟悉都讲过的股票 好那观众朋友我们可以看一下 浦峰 选完之后后面有没有呈现创新高 包括这个资源的部分 周四拉出了这个涨停板 包括我在当时跟你预告的 这个4月27号周二给会的选股 星星跟元宁 中美金玉邦跟润玉 这些都是我们选股给大家去做验证 那不一定每两股票都有待会员买 但是这些股票都是从我们系统上面选择进来的 选完之后都有非常不错的表现 所以股票操作一定要有依据 包括一些股票我们跟大家做追踪 中石本车知道我们会员有这个负财 负财来讲的话 我们看除了他面有的这个部分的话 包括目前全球要发展这个第三代的半导体 那金电跟隆达合并之后 目前负载也有跨入在这个第三代半导体的部分 那大股东是友达 友达持续性的加码负财 你都可以去看新闻 所以目前股票还没有涨 但是我们认为他今年是非常具备爆发性跟潜力的 所以我们仍然持续性的看好他 所以今天跟大家特别做这样的分享 就是买好股票 你要搭配一个很好的时机 最近我告诉投资朋友 最近比较不是一个积极进场买股的时机 最近我告诉你要先做高出 高出就是为了下一次的一个进场跟布局 那隐藏版涨价股 我今天特别跟你分享 跟同价有关系 所以你要先看对节目才能够做对动作 那正在组曲 崛起的这个族群疯来了 如果你有兴趣操作的话 你邀请你都可以跟上我们操作 好那我们今天直播有推一个直播限定的活动 加正AI只有限定五位名额 所以同志们讲 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 待会休息时间 AI读取你的一个聊天室内容的时间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或者是在我们赖官方群组来做询问 你要做需要这个加正AI这个活动 那我们只有限五位名额 所以你打电话是比较快的 好那待会如果说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你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点标题 下面有申请表连结 点选连结右边的表单 帮我正确填写送出资料 志尼老师一样会透过钱满系统来协助投资朋友 好 然后也可以做加赖 我们IT小老鼠HMTC 那请帮志尼老师的影片按赞分享 或透过填表的方式 那我们上半段的影音 用录影的方式 在中天跟运通的粉丝 那我们节目就会先进到这里 那志尼老师的频道 下半段我们针对网友个股回答的部分 会持续进行 所以投资朋友 在现在我们就要开始跟大家讲 我们的一个个股的回答 就先到这个地方 来 好 那我们上半段影音 就先进到这个地方 感谢投资朋友收看 那线上投资朋友不要离开 志尼老师 马上回来来解决投资朋友 个股上面的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